瓦砖屋檐红柱搭配蜜色墙面 一烂罗东车站古色古香 充满中国味的宫殿外形 近日在网络上掀起一阵讨论 有网友在脸书上发文 将号称最丑车站的中立火车站 与罗东车站做比较 引发正反论战 有网友说只是年久失修 也有人认为 罗东车站特色鲜明 动线顺畅 反观中立火车站 外观丑周边雍色凌乱 实际询问民众也有不同看法 罗东车站于1919年设立 并在1949年改建为专造站坊 1984年又因为宜蘭县双轨化工程 再度拆除改建 变成现在前站的宫殿式建筑 已经拥有40年的历史 不过车站常年日晒雨淋 外观看起来老旧不堪 有民众认为确实应该定期整修清理 造型美观见人见智罗东车站尊重每个人的看法 对于宜蘭多雨屋顶上容易卡购影响视觉 台铁公司会派员清理 在保留特色下尽力改善 女士新闻黄富裔宇宜蘭报导